第二届嘉义市双坛星光路跑将于8月19日登场 去年总共有2000多名跑友热情参加 沿途欣赏蓝坛和仁义坛的美景 今年活动也已经开始报名 主办单位日前公布一系列报名礼品和完赛奖牌 并由东吴高职学生走秀展示 丰富的礼品吸引许多民众报名参加 我们分位有14K跟6.5K 那其中呢更欢迎所有的亲子一起来报名 我想所有的嘉义非常的相关的一个配套非常的丰富 我们这里要号召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 大家赶快8月19号来到嘉义市 我们的双坛星光夜跑 虽然去年双坛星光路跑天气下着小雨 不过许多家长仍然带着小孩一起参加 享受蓝坛和仁义坛的夏夜景色 今年比赛分成14公里挑战组和6.5公里休闲亲子组 路跑活动在晚上6点起跑 天气凉爽和其他的路跑比赛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用我们的运动的赛事来带动我们运动的产业 用运动的产业来发展我们城市的经济 把人流通通带到嘉义市来 来发展我们的人文观光美食 让我们城市的经济都能够活络起来 嘉义市市长黄敏惠在记者会上带上1号号码牌 到时候也会和民众一起跑一段 双坛美景音乐和美食 适合各年凌晨民众报名参加 夜间的路跑比赛相当有特色 也成功带动全民运动的风气 记者周书胜采访报道